深夜十点陪你读书 亲爱的你晚上好 这里是十点读书 我是主播赏心情 那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文章是 平如美堂 好的婚姻都要经历三个阶段 若您喜欢我们的文章 欢迎点击文末的再看 也欢迎转发出去哦 那接下来 我们一起来听 海并不深 怀念一个人比海还要深 世间最深情的告白 莫过于你走后 我靠回忆过于生 平如美堂写尽了普通人的一生 平凡寻常 却又感人至深 美堂去世后 平如悲痛不已 为了排泄思念 他拿起画笔 画下他与美堂的故事 从青梅竹马的相遇到相濡以沫的点滴 到美堂去世 到美堂去世前 留下的最后一滴眼泪 这一画就是四五年 从87岁 画到了92岁 画了400多幅 孙女 孙女 看到爷爷 这一奶奶这些画 大为感动 将画传到了网上 引起了网友的强烈共鸣 这本书也被誉为 中国最美的书之一 从年少相知 到中年相守 再到晚年相伴 平如和美堂之间 没有轰轰烈烈的誓言 没有感天动地的壮举 却生动地展现了 幸福婚姻的模样 一 少年夫妻 婚姻是爱情 平如描绘他和美堂 订婚的情景 屋子很大 我走过第三境的天井 正要步入堂屋的时候 忽见西边正房小窗正开 再一眼望去 恰见一位面容娇好 年约二十的小姐 在窗前借电天光 揽静自照 左手则拿了只口红 在专心涂抹 她没有看到我 我心知是她 这便是我见美堂 之第一印象 一见清新 这个画面那么美 以至于几十年后 平如还对此念念不忘 年轻的时候 爱情就是这样 热烈 两人订婚后 也像所有热恋中的情侣一样 逛街逛公园 买喜欢的小物件 去露天的茶社 喝茶聊天 亲亲我我 你浓我浓 其实那时候抗战刚刚结束 国内形势并不好 烽火连天 民生凋敝 为了找事做 他们一路颠簸 投亲靠友 这一段行程极不顺利 受战事影响 交通时常阻断 他们常常被滞留到一个陌生的地方 等消息 然而即便如此 也没影响到这一对新婚燕儿的小夫妻 在平如的回忆里 这一段行程 倒像是两人的蜜月旅行 图清徐州时 每堂装着金饰的皮包 视而复得 两人在街角 一盏黯淡的炉灯下 买了两个大梨 庆祝式的赤雕 又嫩又甜 平如说 从此再也没有吃过这样清甜的梨 到张树镇后 两人寻到一家别致的餐厅 全是木条结构 几副芽去 菜的味道可口 亮大的惊人 直到晚年 两人还会聊起那梨 至留贵阳时 两人结伴吃各种小吃 每堂还在房间后面的木制凉台上 备下水果点心 瓜子花生 泡上茶 邀请同旅社的朋友 一起喝茶 闲谈 共享旅途乐趣 在安顺 他们住的是一个六角亭改造的房间 每逢月明之夜 一定开窗而睡 月光洒在窗前 说不出的美好 而风雨交加之际 就有一种 山雨欲来 风满楼的气势 平如和美堂 不以为苦 反而觉得 十分有趣 年轻的时候 谁不是这样 不知事事艰辛 不觉岁月漫长 过日子 不懂算计 有爱情就行 只要身边那个人是你 苦 也是甜的 这是人生的一段幸福时光 好的婚姻一定是有爱情的 心里有爱 才会彼此容忍 互相包容 才能在激情退却后 共同携手 抵挡人生路上的风霜雨雪 忍受日子里的机灵狗碎 有爱情打底 婚姻的基石更加牢固 二 中年夫妻 婚姻是责任 婚姻是 实打实地过日子 再让人心动的爱情 也不可能一直飘在云端 最终还是要跌落现实 结婚后 随着孩子的出生 父母年迈 生活的艰辛扑灭而来 两人终日 为生计奔波 压在肩头的 都是沉甸甸的责任 在岳父的资助下 平如和美堂 开了家切面店 开了半年 生意很差 亏本严重 还遭遇偷窃 只得关门大吉 平如和朋友们 一起卖辣椒 用秤呢 不懂得储去盘子的重量 再次亏本 还被家人传为笑谈 后来两人好不容易 在上海安顿下来 过了一段 幸福安稳的日子 可好景不长 平如被打成了右派 下放到安徽劳教 两人开始了 长达22年的分离 生活真正露出 轻面獠牙 对这对夫妻 以狠狠的意气 有人劝美堂 让她与平如划清界限 美堂没有同意 美堂说 她要是搞婚外情 我早离了 可她没做错什么 人品也没问题 我为什么要离婚 平如被下放到安徽后 家里失去了经济支柱 美堂为了补贴家用 去工地上搬水泥 一道水泥 起码五十多斤 美堂从此 落下了腰伤 在美堂和平如的家信里 说得最多的 也是生计艰难 二儿子想买件绒线衫 小儿子想买个手表 孩子们大了谈朋友 处处处都要花钱 美堂把家里的东西 一点点变卖 有五对金手镯 是美堂的嫁妆 终于卖得 一枝不剩了 而平如的日子也很苦 吃不饱饭 干很重的体力活 严重的时候 身体肿得跟气球一样 美堂省吃俭用 寄了鱼甘油给她 平如才慢慢好起来 但在苦难的生活里 也有一抹温暖的亮色 平如和美堂书信不断 他们互相安慰 彼此牵挂 共度艰难 从不抱怨 过年时的团聚 是全家最开心的时候了 平如大半个月前 就开始准备 买糯米 花生米 芝麻 等好多东西 回家那天 黎明出发 挑蛋到汽车站 几番辗转 到上海后 挑着担子 急步两小时 向回家 做最后的冲刺 回到家 全家人都非常高兴 岳母忙着争咸鹅 美堂和女儿 在煤秋炉上 炒瓜子和花生 满是生香 孩子们 一边吃花生瓜子 一边高声唱起歌来 平如也拿出口琴 给他们伴奏 邻居 从他们家房门口 经过时 总感叹 这家人 真好啊 人一辈子 不可能一直 平平顺顺 总会遇到 各种各样的挫折 和磨难 人到中年 生活的压力和窘迫 扑面而来 爱情褪居幕后 婚姻承载的更多是 生活赋予的责任 和使命 好的婚姻 能够经风雨 共患难 和中共计 守望相助 毕书敏说 一个好男人 和一个好女人 在共患难的日子里 虽有两颗心 却只有一个念头 风雨同舟的 向前 风花雪月 是年少的浪漫 风雨同舟 才是人生的课题 三 老年夫妻 婚姻 是陪伴 常言道 少年夫妻老来伴 这句话 放在什么时候 都不过时 当平如 回到上海 和家人团聚时 她已经是 五十七岁的老人了 平如和美堂 一生坎坷 到了暮年 才安稳下来 可老病相催 两人的身体 每况愈下 平如生病做手术 十七天未进食 到第十八天 有变异 但因素变 干枯硬结 解不出 每堂用手指将硬块 一一抠碎 才通常 平如在医院 卧床休养 近一个月 每堂每天早上五点 去排队 买黑鱼 回家熬成黑鱼汤 探望的时间到了 平如就到走廊上去望 那里刚好可以望见 每堂手提着饭盒 走过一条小径 直奔 病房而来 平如赶快回到病床上 躺好 三五分钟后 每堂气喘吁吁的上来 一进来 便急着打开饭盒 汤 还是热的 催平如快喝 人到了老年 子女相继成家离开 幸福的婚姻 无非是当年携手的那个人 还在 老夫老妻 相互陪伴 后来 每堂生病 说话前言不搭后语 埋怨平如 把孙女儿藏了起来 平如觉得 每堂恐怕 永远也不可能 恢复正常的思维了 禁不住 坐在地上 痛哭 一天晚上 每堂突然说 想吃杏花楼的 马蹄小蛋糕 平如 汽车去很远的地方买了 送到枕边时 每堂 又不吃了 平如 那时已经八十七岁了 儿女们得知此事 无不责怪她 不该夜里 汽车出去 明明知道 每堂说话 已经糊涂了 可平如 竟不能习惯 不医她 每堂患肾病 需要每天进行 覆膜透析 平如去医院 向护士们讨教了方法 又构起了相关的设备 在家里 给每堂做覆透 这样一做啊 就是四年 平如每天五点起床 给每堂 梳头 洗脸 烧饭 做覆膜透析 每天四次 消毒 接管 接到覆水 打胰岛素 做记录 从不假手于人 婚姻到最后 感人的 不是鲜花 和钻戒 而是在日复一日 平淡 真实的琐碎里 不厌其烦 无微不至的照顾 每堂病重 偶尔神志清醒了 就嘱咐平如 不要乱吃东西 或者 对儿女们说 照顾好你爸爸 生命的最后 每堂看见了 人群后的平如 又眼眶缓缓 躺下一滴眼泪 挂在眼角 这是平如看见 每堂在人世的 最后一眼 从此 两人就 阴阳相隔了 婚姻的本质 是一场陪伴 在结伴同行的过程中 互相依靠 彼此照顾 年生日久 成了彼此生活的一部分 当青春不在 年华老去 我们所悉际的婚姻 不过是 有人陪伴在身边 知冷知热 闲话家长 婚姻是场修行 不同的阶段 有不同的酸甜苦辣 年少时 感情比较浓烈 日子还没有被生活的柴米油盐消耗掉 是最轻松 幸福的一段时光 中年后 感情趋于平淡 生活的压力陡增 充满了焦虑和疲惫 是婚姻中最艰难的一段时间 老年后 经历了风风雨雨 在岁月的磨合中 婚姻进入一个相对平和 相互守护的阶段 好的婚姻 享受年轻时的爱情 分担中年时的艰难 珍惜晚年时的时光 用生活和智慧 掌控幸福的节奏 平稳度过婚姻的不同阶段 尘世辛苦 婚姻不易 愿每个人的婚姻 都能从最初的爱情里 生出柔情与意气 恩情与慈悲 相伴到老 好了 亲爱的你 今天的文章就分享到这儿了 想要欣赏更多美文 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 十点读书 我是赏心情 我在美丽的渤海之滨 山东龙口 向您道声晚安 晚安咯 用我的声音 让您安静而风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